发生事故的游览车 拖掉回国道警察队调查 四死二十二伤的重大意外 怎么会发生 运安会勘察车辆 车上的乘客说 司机一路在超车 乘客觉得司机开车并不平稳 车祸发生的时候 他们在车上睡觉 好闲有系上安全带 看看撞击后 游览车只有驾驶座旁边的车门 是打开的 乘客说安全门打不开 后来大家都从驾驶座旁边下车 事故现场 驾驶穿着拖鞋 还一度掉了一只鞋 他撞破头 头上包着纱布 事后也到国道队部协助调查 司机姓陈今年六十三岁 他说当时要超车 还称没有发现撞到车 但是摔倒之后起来 发现旁边还有一台轿车 他认为乘客觉得晃来晃去 是要超车变换车道的关系 但是车速到底有多快 这台游览车 2012年12月出厂 车临11年 车辆有六次违规记录 至于驾驶本人 85年考取连结车驾照 开游览车大约10年 累计有10次违规记录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